燒烏地阿拉伯 阿拉伯 女的應該是埃及啊 因為我們不都選阿拉伯數字嘛 所以阿拉伯不會用數字 妳不要這樣講她嘛 她當時還就是這樣 潑我冷水 完了完了 還好我沒聽耶 不然就沒有八千八了 妳不是還笑我選紅色嗎 我們兩個加起來 我們兩個加起來 都還沒有妳高好不好 我這邊還心情的好不好 不是來互相殘殺的喔 埃及還是沙烏地阿拉伯 是以相對位置 而非門牌的號碼來描述地址的 請想答 吉拉修老師 都完蛋了 我怎麼猜 她是以相對位置 而不是門牌的號碼來描述地址的 埃及還是沙烏地阿拉伯 沙烏地阿拉伯 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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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烏地阿拉伯 沙烏地阿拉伯 我們不是阿拉伯的數字嗎 相對位置是什麼 這個他們的門牌 不是門牌號碼 我描述妳家在哪裡 河邊上那個 還是三角下的那個 還是豬圈裡的那個 對 它是描述妳家的相關環境 那有確 而不是說妳家是什麼路的幾號 沒有 我覺得應該是埃及啊 因為我們不都選阿拉伯數字嗎 所以阿拉伯會不會用數字 我不曉得 因為阿拉伯有數字 對不對 我們都選阿拉伯數字 一二三四五啊 很會耶 但我不知道這兩個相不相關 我說圖配層啊 喂 葉家修老師難得講到 妳一直在潑冷水 也沒有 求知 她是好相處 不是沒脾氣 沒有 她是我的老師 妳不要這樣講她嘛 她當才就是這樣潑我冷水 完了完了 還好我沒聽耶 不然就沒有八千八了 妳不是還笑我選紅色嗎 我們兩個加起來 都還沒有妳高好不好 我這邊還先沉的好不好 不是還互相殘殺的喔 就是要潑妳冷水 對 專長就是潑冷水是吧 沒有 我開玩笑 沙烏迪阿拉伯 請揭 請揭曉 那這個不算潑冷水 我們先別說真實道理是什麼 光她剛剛那個想像的角度邪辱 對 沙烏迪阿拉伯有數字嘛 阿拉伯數字對不對 對 有數字來記錄 沙烏迪阿拉伯只是大阿拉伯 世界當中的一個 根本就不是她發明阿拉伯數字的 這個倒是 老師你剛剛真的有這樣想嗎 沒有 難怪你不聽潑神的 這個產生 小文老師 你剛剛那個表情是不是太刁了一點 不是 因為那個電光火石之間 老師還可以轉這麼多圈 很厲害喔 來 那個 尚華 好 屈錢 屈錢告知 好 各知各知 對 老師一個人聰明嗎 妳再上一步就好 妳上一步就好 預備 起 老師要告訴你喔 即使呢 像在我們台灣 所有的地址都有一個絕對的位置 但是在這個埃及的一個地方呢 它就有相對的位置 而且很特別喔 因為他們都會有那種 大家都知道的一個大的地標 所以之前就有台灣人 到埃及去的時候 他就問說 我們這地方的地址是哪裡 結果房東太太就跟他講說呢 你就講說某一個超市 後面那棟建築物的八樓就好了 那他本來一直想說 那如果有一天我要寄東西 該怎麼辦呢 結果看到他的信件上面 有寫的地址也是 某某超市後面那棟建築物八樓 這才發現原來 埃及人他們是真的沒有一個 確切的地址 都是用附近的地標來辨明方向的 是真的 這是真的 那問題是 某某建築物旁邊有五棟大樓怎麼辦 然後他就講後面的那棟 對 超市的後面只有那一棟 對 跟其他的四棟是沒有關係的 就超市後面那一棟 那人生事先像附身 六位來賓裡面 唯一有穿紅色T恤的那一 就是有一個沒有別人嘛 就這個道理 對不對 訂閱 開啟小鈴鐺 請示築 快點來訂閱